ITF台北国际旅展今天盛大开幕了 全台各县市摊位展现在地的特色 推动国旅 连续几年参与的南投县政府 今年以南投观光当中最具特色的 山林疗愈 名品茶香 乐活游城等 六大主题作为特色展出 另外一大亮点就是在地南投赛德克族的创作歌手 古墓巴少带来精彩演出 揭开序幕 现场现场原住民古老歌谣 南投在地歌手动人歌声 让民众都停下脚步 永续领头全林乐游 南投观光处处长带领贵宾 在现场铁上指引牌 ITF台北国际旅展南投馆热闹开展 以全林一居永续旅游作为设计主舟 遵循SDGs永续发展目标作为场馆规划 现场透过山林疗愈 名品茶香 乐活游城等 六大主题展现城市魅力 目前是全台湾好行路网最完善 目前已经有14条 未来还会增加两条 在年底会来开通 包括八卦山县跟北港西县 用红茶或者乌龙茶来做巧克力 世界金牌巧克力加上一系列南投在地伴手礼 让民众进行协拼外 馆内更有加码回馈 另外一大亮点还有南投践行节 温泉季行空季也都在11月起跑许事待发 消费500块就可以来做一个扭蛋 那这奖项超过1000多项 那包括在地的农特产的伴手礼 那也有这个南投很优质的这个 旅宿的这个住宿卷 旅展聚集全台各线市整线地方特色 也提升国律竞争力 记得夏淨城建国台北采访报导